耶稣要来的日子有多静了 那我给你看 如果你是一个很爱圣经的人 很研究圣经的人 我请你注意 我要告诉你一个真理 圣经记载的每两千年都会发生大事故 我研究很久 每两千年一定有事情发生 比如说 比如说 从创世纪 亚当和西亚国到阿格拉汗的时候 刚好是两千年 上帝就选选阿格拉汗 成为万国以色列国 成为他的百姓 从阿格拉汗到耶稣的降生 也刚好两千年 耶稣出世了 那么你看 耶稣第一次来到现在 也接近多少年了 大家请告诉大家 今天多少年了 两千年 今年是多少年 二十二零一四年了 你说耶稣要再来有多静 所以这样我们别别别别 如果想过要打拼 要去做拼 去拼拼拼 没点 想来到等我 看路是东东 寒门了 耶稣要来的日子静了 我怕你连门也没得静 不是太玩笑的 如果你认为说 哎呀不要静了 我还是happy go lucky 上帝啊 耶稣不会那么早来的 我告诉你 当你没有想到的时候呢 耶稣又来了 你不要为你的生活而忙 你不要为了你的将来而烦而已 你要为你将来的将来 你说你离开的世界上的时候 你要永恒活在耶稣基督的国土那个地方 你投资了多少 你投资在这个地上的我 我会被灭气啊 我会被灭除 我会被走天一样 我走天一样 但是你没有一点时间 投资在天上 这是多么愚蠢的一个人啊 兄弟妹 如果你知道耶稣要再来 这个是一个事实的东西 你耳里面为那耶稣再来 做任何的事情 我告诉你 你尽好尽快的 今天要调整你的步伐 因为这不是一个开玩笑 这是一个关于生命和一个严肃的问题 兄弟妹 我们继续来看下去 有人说 有人说耶稣来 不会这么快来 月粉来 耶稣来晚了吗 耶稣说 倘若那恶铺心里说 我的主人病来得很迟 我告诉你 每一次当人家觉得 耶稣会来得很晚很迟 这时候什么事情发生 你看圣经里面的历史里面 第一个是谁 第一个摩西上去山山去哪 解十戒的时候呢 他们说哎呀摩西为什么没有下来 没有下来这么晚 没有下来 他们在楼下犯罪 做金牛来朝拜金牛的时候 神的审判就来了 有没有 但扫罗等候撒母耳献祭给上帝 撒母耳没有来 他说撒母耳为什么没有来 当撒母耳来的时候 神的审判也审判了扫罗 耶稣说那个十个童女啊 睡觉有的有的人睡觉五个聪明 五个愚蠢的 五个愚蠢的睡睡觉 五个就等候新郎来 他们说新郎很晚才来的 结果来的 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 每一次你认为耶稣来得很迟的时候呢 神的审判 神的工作就开始了 那么我在问比较具体的 我们怎样知道我们